你看這個全世界疫情這麼嚴重 已經超過五萬三千人失望 所以說鐵齒鄉親五湯台語 就是這個新型觀眾 不都疫情影響日本小孩的觀光 也是受到重傷 很出名的國際通 人是有夠少 現在存差不多四聲而已 大部分是日本當地這個觀光客 當地的水安 如果酒精 頂頂頂 服務主也有夠欠 一個在小孩的臺灣人 洗臉 臉時是 也因為這個鐵航班 他正在貼在當地 他也討論說 如果在日本國內的山 才有專機回到臺灣 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風險 來看華西新聞的獨家的報道 這禮拜五的日子 日本有去南外國際通 受了新冠北都疫情的衝擊 火爐是冷冷清清 目前來講的話少快六成吧 以日本人還有本島客居多 如果是沒什麼人 當地的酒精到處也比穿了 後來風越無主 沒辦法接受共會 日本的黑貓宅急便 他們也宣布說 因為通繩就是肺炎的關係 導致現在的疫情 沒辦法 班機無法取飛 就是班機無法取飛的狀況 所以會延後就是物資的到達 或者物資的流通 所以現在通繩狀況的話 是口罩數量以及酒精 是非常需要的 在沖沖沖港做電信線 因為有很多影響 上國會在市場準備回到台灣 所以因為在北海航班 在三月底全部停飛 到現在受困在沖沖沖 雖然塞浙日本過來 算到本島才有專機回國 還不敢不敢 沖沖的國內線是還蠻危險的 因為前陣子還有這幾天 有陸陸續續報導說 沖沖目前的狀況 就是有很多境外移入 目前本島人數還是比較多 也比較危險 所以也不會去選擇 去搭乘國內線的班機 去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 表示目前動物感不滿 已經致命를熫一星期 就伊安Pop 希望政府幫忙協定 讓沖沖沖沖啊 當着一個意外的台灣人 可以重去過享